醫生 醫生就說你這個小孩沒有通過 聽力檢查 滿月的時候再回來 這中間過程真的很煎熬 因為只要有垃圾車經過 或是外面有放鞭炮 我們都馬上去看他有沒有反應 三個月再回醫院 就是確診 他就是沒有聽力 我記得當天晚上就是 沒辦法睡覺 然後我看著老大跟老二的那個 睡覺臉龐 然後就一直在想 這小孩聽不到我跟他說我愛你 我真的是覺得 我有辦法做到這種程度嗎 我有辦法讓孩子知道什麼叫做聲音嗎 我接下來我知道我該怎麼做 我不應該再去質疑這個孩子 是否是聽力正常 我應該就是接受 然後帶他一起面對這些過程 對 以前就是聽損的小朋友來到醫院 我們大概非常focus在臨床的處理 診斷出來呢 選擇住心機或電子 開完之後呢 後面這一段附件呢 其實在以前欠缺比較完整的整合 他不喜歡青豆也不喜歡紅蘿蔔 自從前年健保開放補助電子餌之後呢 小朋友聽損的就醫的情形改善很多 好棒那你可以試試看把很多放到剛剛的句子裡嗎 我假裝吃嗎 假裝吃沒有加很多 斑斑 什麼時候 每天吃很多汗 答對了100分 透過這個台大跟和史這樣子的合作的計畫 我們建立了一條我們的服務 小朋友從剛開始的確診 到後面初步決定要 使用什麼樣的聽覺符句 到後面的照護 相關能夠需要得到什麼樣的社工的資源 大概目前都有一個比較有組織的架構 去來服務聽準的小朋友 一直到凱杰滿四歲的時候 我就想說就是這個時間點了 我就是要打電話來問了 然後我就撥了兒子的電話 他對音樂終於 有一點小興趣 因為其實對聽什麼小孩來說 要聽音樂這件事情真的有點吃力 但是他現在會跟同學講說 我會吹指底 我會聽懂REMI發售 我覺得他在這方面有一點點小成就感 然後又有加上上台表演的經驗 讓他比較不會畏懼 也比較有自信 而且我覺得孩子進入這個兒池 大家庭他有很多表演的活動 然後有上台的機會 然後讓孩子能夠表現他落落大方的一面 也增加了孩子的自信度 帶著孩子學習 然後踏入這個團體 其實這個過程是很開心很滿足的 我很感謝可以進入兒子 他變得很活潑 表達能力也變好 還有他的語言夠音跟語調 真的就是比較自然 因為他剛帶助聽器 然後剛會說話的時候 他不管怎麼樣他都會穿到嗯的音 剛開始說媽媽 他會嗯媽嗯媽 然後後來開了電子耳之後 他聲音語調是平的 就是夠音變好 但語調很平 就是講話像機器人 媽媽我要吃飯 他是這種語調 但是加入兒子之後呢 我覺得他就是在音域方面 可能他有一點感受性 他唱歌還是五音不全 但是他講話變自然了 語調整個變自然 然後每一個很久沒見到他的人 跟他說話都會說 欸他進步好多喔 我的右邊是助聽器 左邊是電子耳 我五歲就開始帶電子耳 我看到的時候不會害怕 因為我沒感覺 我剛帶上電子耳的時候很大聲 我就會把他想拿下來 可是久一點我就舒服了 我自己帶電子耳的時候 其他小朋友都沒有帶我 我就覺得我自己很酷 回歸到他剛上小學 然後老師不太能理解 聽筍兒的需求這一塊 還好就是後來有很多貴人幫忙 那老師慢慢可以理解 因為我一直覺得 大家對於聽筍兒都會有一些誤解 尤其是在聽到跟聽清楚之間 他其實還是很需要別人提醒他 我們現在在講什麼重點 或者是我們講話的時候 需要慢慢跟他說 他catch到幾個關鍵字 他才能夠完全的理解 現在對方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希望大家可以包容聽筍的孩子 還有一天 那些рей的感覺 跟他一邊的感覺 會不會有很多貴人 我現在已經有很多貴人 會不會有很多貴人 在那邊的感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